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伦敦的自然历史博物馆了,它位于伦敦中心的西侧的肯兴顿区 南肯兴顿地铁站的出口处 提到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得从大英博物馆说起 因为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前身是大英博物馆的自然历史分布 没错,就是我们以前说过的大英博物馆 独立的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构想,最早是在1856年,理查德·欧文爵士提出的 这位欧文爵士是一位大家耳熟能详的词,恐龙丹尔斯的命名人 他本身是一位著名的解剖学家和古生物学家 也是一位极为有争议的学者 当年他因为大英博物馆日益增多无处摆放的展品而感到焦虑 因而提出了单独建立一座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构想 1864年,成见过皇家阿尔伯特厅和VA博物馆的弗朗西斯·福克 赢得了设计自然历史博物馆的订单 不过不幸的是,福克一年后去世 由相对无名一些的阿尔弗雷德·华特豪斯接受 为了应对威多利亚时期伦敦恶劣的风雨 其实主要是酸雨 华特豪斯开创性的用红桃土材质构建整个建筑 而且在欧文杰式的建议下 在建筑的拱门、柱子、楼梯等处 增加了很多精美的动植物造型的装饰 为了保持动植物形象真实可靠 据说华特豪斯经常去咨询相关的教授 以确保雕塑的正确性 并为了容纳大型展品 整个建筑被设计成拥有多个巨大空间的展馆 一会儿我们在里边就可以看到这点 让这里呢 看上去像一座充满灵性的威多利亚时期的大教堂 甚至于这座建筑自身都可以说是一件艺术品 因此它又被称作为自然的大教堂 还成了很多著名电影的拍摄地 比如博物馆奇妙夜三 帕丁顿熊等等 发展至今 它已经拥有超过七千万件的藏品 是欧洲最大的自然历史博物馆 也是生物学 古生物学 海洋生物学研究的起源地 谢谢大家